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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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住 田亮快 快继续老林快 不 我送你去医院 走 田亮 田 田 田亮 田亮 放心 我明白你要说什么 田亮 我一直想这世界还给你 田亮 我说这个 王处长 王处长 田亮 这个时候 你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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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是 有 是 他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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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慌什么慌 军工厂为什么没有爆炸 共产党他们提前去了 把爆炸点都给拆了 一定有那回 把图纸给了共产党 要不然他们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拆出这么多炸弹 长官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五人小组已经没有用了 跟我回基地 长官 我回基地 从香港走啊 那儿都是共产党的人 去厦门 那儿有人接应我 那那三个人怎么办 那三个人已经没有用了 就算是留给共产党的礼物吧 那批票 同志们 马有怡同志 是牺牲在反特的最前沿 让我们 记住马有怡同志 接刘 我回来晚了 他出事工作已经有十四年了 你以后连他最后一天都没见到 我收拾一下 马友宜同志的意义 我帮你吧 拿出这样的东西 我都不熟悉 不用了 一会儿 你去跟其他同志商量一下 治丧的事宜吗 好 一会儿 五年 十二年 十二年 九年 六年 十二年 来 曼友余同志牺牲了 我们的工作重点 应该做一些调整 曼友余同志生前 一直在追查老A 礼盒从湖南江西两省外调回来 有三个同志没有问题 还有六个同志暂时没有结果 我看 人员盘查工作 我们应该换个新的思路 老鹰跑了 五人小组除陈其中外 全部落网 田亮 你下面的工作重点 应该放在追查老A身上 老A一日不除 我们的工作无法全面展开 曼友余同志的遗物 我全都整理好了 我拿到了马处长的工作日记 我会顺着他的工作思路 进行调整的 你们下面的工作很艰巨啊 离十月一号还有三个月 定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也会有个人 小脑子 我一定要做 穆核几号 年青币 分枪 智云 家里面 离十分之内 都衝过 一个小来 节目 在谢 你何时 是 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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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你找我 来 先坐 工作了十四年 一直跟着马叔长对吧 嗯 叔叔你的经历 天天 你终于想了解我了 行 我把我的心理全都告诉你 你了解我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坐 我从哪儿说起啊 从头 你不用记 你这也太认真了 你这算是婚前调查吗 说吧 我 我三四岁的时候 我父母就去世了 嗯 他们去世了之后 我就成了一个孤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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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这就是天下一号紫版文件 还好没被黄宁云偷走 那重庆那边的共产党 是怎么知道军工厂的爆炸地点 那只是天下一号很小的一部分 只要天下一号在 重庆的命运就还握在我们手里 长官 他会不会拍照啊 每个爆破点都是独立的一部分 需要特殊药水才能显示 我料他不知道这个秘密 司令 那个老鹰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个人 那看来老鹰没得手 否则他不会一声不响 灰头土脸的就这么回来了 说得是啊 跟他回来的那个人 据说叫陈其忠 我知道了 咱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让他自己登咱们的门 明白 司令 乖 你回来了 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其他人哪 你的人说要休假 我有什么办法 长官 黄景云长官说过 您出去执行任务期间 大家可以休息 留一个人值班就行 人哪 我不知道 我刚接班 他在那欺负女人哪 怎么 怎么 你知道他在哪儿 对不起啊 打扰了你们春宵一刻呀 长官 什么时候回来了 怎么不通知这下 废什么话 我撞 长官 我就把他给我闭了 你说 你和他什么关系 我 我跟他不是一伙的 是他逼我的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他 他说 他能带我去台北 还给了我钱 你 你 你 长官 我 我再滚 来 黄景云 我得恭喜你 贪污公款 泄露军情 勾引良家妇女 你就不是共产党 也勾逼你的了 我怎么成共产党了 我就 我就玩了吗 把嘴给我逼着 兄弟们 把他 和他 和他 都给我带走 换个地儿说话 带走 长官 冤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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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和他在想 我都会追求 应该相众 这就是个人 可没 这就是个人 他不想到 可能 他也会有什么 他也不想到 他也不想到 他是一个人 他也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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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 重庆军工厂的爆炸图 共产党是怎么知道的 等了 这我怎么知道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思路可能有一点点乱 没关系 我帮你回忆一下 五人小组出发之前 陈其中和你对付电台 电台频率只有你 我他三个人知道 重庆军工厂的爆炸图 是你一手操作的 把这张图拍成照片 照片洗好给我 过什么磨啊 姓顾的抢在我前面 把风头都出了 我过什么磨啊 你不知道你让我去问谁 问上帝吗 你们两位帮他回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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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五人小组的电台联系人 确实是我 但是如果汪澜他想知道的话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长官 汪澜 怎么还有汪澜的事 对 长官 你上次让我去垃圾场找照片的事 汪澜他就在哪 王组长 咱们天下一号小组的垃圾呢 帮着呢 你现在告诉我有什么用 长官 当时我检查了 当我检查的时候 汪澜已经把所有的文件 全部销毁了 我总不斥意去搜他的身吧 长官 我只是在男人的底线上 没有把持好 长官你给我此机会 饶了我 看来什么就失败了 看来什么就失败了 你们两个人把他给我看好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靠近他 上 长官 黄宁云的话不能全信 但也不能不信哪 直说 电台频率的事 看起来现在是查不清楚 没什么证据 但是爆炸图照片的事 还是能查得出来的 到底是黄宁云泄露了情报 还是汪澜从垃圾堆里 把那边的情报 把这张照片给捡走了 你去查 要尽快 长官 我刚回到岛上 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我 也没个君想让您看这 对 你做我的副官 君贤中校 我这就给国防部打报告 谢谢长官 台湾 不三 很长得 有一点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很多人认识 天空 有点 像是有点 我们无人小组 刚进大陆就在了 这都知道了 说后来的 老鹰 他怀疑泄露情报的是 电报组黄宁云 还有 王岚 要是那个王岚有鬼的话 老师你会不会受到牵连了 老鹰打算怎么干 他给我开了一孔斗支票 让我当他的忠孝副官 让我彻底查清楚这件事情 老师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该查就查 不管什么人 少一个雷大家都按你 设计的王岚的 先向我报告 您是处理垃圾的 您是 天下一号行动小组 陈其中 陈长官 是 这平时就你一个人吗 我们处理室有两个 倒班 这么说我们小组的文件 也都是你们处理的 是 但是不多 黄长官说 你们小组的文件 一般都自己处理了 是 是 是 汪组长 来过这儿吗 汪组长 来过 我当班的时候 记得就来过一会儿 什么时候 具体日子 我还真记不得 少说也得有半个月了 对了 他跟黄长官啊 是一块儿来的 你说他和黄凌云是一起来的 汪组长前脚刚到 黄长官就到了 他们来这儿处理的 也是我们天下一号的文件呢 这个 我就真不知道了 你们小组的文件啊 如果要处理的话 也不进我手 都是你们自己就处理掉了 你好好想想 汪组长来这儿 处理的是基地的文件 还是我们小组的文件 陈诚国 这我真不知道 那天 汪组长是自己处理的 我拉肚子 急着上厕所了 我真没看见 行 你继续忙吧 好 好 汪组长啊 有事吗 没事吗 不先再帮我回答 好 听说您去处理了 东西的事 不想 没去处理什么东西呢 当然是垃圾了 怎么了 没事 随便问问 你忙吗 报告 好 进来 进来 森林找我有事 还不是为了小莲子那档子事吗 我就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就守不住自己呢 这小莲也是可怜 我想让你去安顿一下 千万别再惹出什么事段了 她现在是要死要活的 出了这么挡子事 真不好说 让她到良情家住 良解人多 能看住她 这是个好主意 在重庆的时候他们就住门对门 关系好像一直都不错 不能再出事了 否则我们对不起前夫的同仁呢 是 让小莲来我这住 这方便吗 不许一直盯着我 我怕把她引到这儿来 小莲如果来的话 也算是一个掩护 再说 小莲的确可怜 除了这里 也就没有什么更适合她的地方了 好 那我明白了 就说我们一家欢迎她 爸 为什么让小莲去良情那儿 如果良情有问题 她身边多了一个人 会怎么样 但是我怕汪澜和良情 把小莲给卖了 谁卖谁还不一定呢 黄宁云说她烧的是小组文件 汪澜自己说她烧的是基地文件 那个垃圾处理员说她烧的是小组文件 不过她后来承认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烧的是什么 你的意见呢 如果黄宁云心里有鬼 她肯定栽赃汪澜 我们基地内部肯定有内鬼 这两个人我谁都信不过 那就把他们两个都干掉 你知道那个小莲的丈夫是谁吗 江水州 过去保密局的办公室主任 后来在重庆潜伏 你们暴露后 这个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四号联络站 你想过没有 她怎么会知道那儿 长官您的意思是说 黄宁云吃里扒外 把这情报告诉了小莲 小莲又告诉了江水州 就算江水州知道的话 我们怎么会被共产党抓到 难道这个江水州的通共 那倒不知 我怀疑基地和重庆潜伏人员的电台 早就被共产党切入 我们的任务是去重庆潜伏 不过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长官要在军工厂行动 共产党怎么就 就把军工厂炸弹都拆了呢 就算他们拆了 他们也应该有爆破图啊 图纸要是送出去的话 一定是从海上走的 你说在岛上 谁有权也能够出海 长官您的意思是 顾显章得到了这个图纸 在派人送到重庆的时候 被共产党接获了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还有一个 就是潜伏在重庆的人里 已经有人变成了共产党 可问题是 黄宁云为了讨好小莲 把图纸的照片给了她 长官 那东西是会掉脑袋的 黄宁云这样做她为了一个娘们指吗 那个蠢货 她为了一时贪婚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小莲一定是顾显章指使的 说不定汪澜也是 她真是什么招都用上了 咱们现在还不能抓汪澜 搞不好她会反咬我们一口 而且她是姓顾的人 背后有靠山 等咱们拿到了证据 连她带姓顾的一起拿下 是 长官 她把小莲带到那老太太那儿去了 这里边肯定有事 你这么着 把她控制在电报组全程监控 连她上厕所也跟着 把那小莲给我抓起来 我还没审她呢 是 那黄宁云怎么处理 这个吃里扒歪的蠢货 你想啊 姓顾的要不给她点真金白银 她能干吗 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 不怕办不到姓顾的 我明白长官 那我去查封黄宁云的住处 有快 是 天下一号行动小组的账目 全都在这儿吧 张锦山死了之后 他们的账全都挂在基地里 由黄宁云签字 你看 这几本是他们报给国防部的 这一本是他们欠基地的 你把所有的账目拢一拢 拿出一个总额来 我有用 是 好了 天天 真棒 带孩子出去玩啊 帮助长 小天叫阿姨 阿姨 真乖 小天 你跟他妈出去玩一会儿 妈妈要跟这个阿姨说会儿话 好吗 真乖 走 好 出什么事儿了 陈其中找过那垃圾处理员了 老爷盯上我了 如果他们深入调查的话 图纸的事情就会败露 那看来 必须得灭垃圾处理员的口了 如果是必要的话 也只能这样 王岚 让我跟童嫂做的 他们现在盯上来了 也太危险了 你们做一样有危险 王浩同志 你别忘了 我是你的下嫌 你现在比我和童嫂都中了 而且我们的园子 就是要保护你 保重 告诉童嫂 千万不要进去帮董 好 还真不舍 看来党国的人不论官大小 不查是不查 一查没一个好东西 还真不舍 不管什么党 只要这么败下去 别说是反共大陆了 好看守住这小岛都够强 长官 这账您真在好好查查 还说不定能查出什么呢 账本都在基地 问一下就知道了 汪岚呢 他闲着呢 最近没什么动作 把他给我看住了 咱们双管齐下 明白 组长 听说黄英英出事了 这事不要瞎议论 汪岚组长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我在你们组屋所逝世 还不如回基地呢 对不起 英长官有令 你不许离开这个房间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黄宁云在接受调查 现在天下一号电报小组 进入到紧急状态 全天二十四小时值班 你们俩照顾好汪岚组长 记着 没有英长官的命令 谁都不能出这个难办 是 汪组长 你又不要为难我们了 我不为难你们 带我去接应长官 走啊 长官 陈其中把我软禁了 是您的命令还是他的主意 汪组长 谁的主意都不重要 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喝杯咖啡 你们两个滚蛋 是 是 汪组长 黄宁云现在正在接受调查 在她没有说出实话之前 很多问题说不清楚 人正不怕影子邪 你就耐心一点 等把问题都搞清楚了 免得受影响 免得受影响 就这儿 你去叫门 她家里啊住了一个老太太 听说是原军统主任的夫人 厉害着呢 我可不敢惹她 还是你们自己去找吧 走 你要做什么 我们是来找小莲的 她人呢 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玩去了 还够有贤心的呀 有事你就坐到这儿等人 没事啊 出去 给我搜 放肆 老太太 我们是来找小莲的 找小莲 还是搜我家呀 我告诉你 我死去的丈夫 可是前军统少将主任 家里福才可不少 丢了一样两样的 这位长官 可说不清楚啊 是 您说得是 那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这是西南大区军政党委 对我们前一段工作的 总结评价 对啊 五人小组抓捕失利 联络战作为诱饵 目的没有达到 清查内鬼 和天下一号计划 没有进展 上级领导对我们前一段工作 提出了批评啊 这个责任 主要由我来负 因为这两项任务 全都是我在执行 这个事务 马友谊同志牺牲了 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首长 马友谊同志在牺牲前 跟我说过最后一句话 李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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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李和十四年 马友谊同志 公司在牺牲前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是啊 这几天 我也一直在想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先放一放 马友谊同志追导会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就等几个出差的同志 回来以后就开 到此我已经写好了 好 田亮 你作为马友宜 生前的战友 也应该有个发言吧 是 我一定准备好 从现在开始 秦天亮带好疯王 良晴带好鸽子 我是你们的上级 我希望 你们能像一把尖刀 插在敌人的心上 但是 环境是复杂的 斗争是残酷的 你们要做好准备 保护好自己 宁可脱陷 不可冒险 长官 Vou 洪女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这两位就不用我给你介绍了吗 小feh 就是这娘们够晕我的 你把我 我对你们谁勾引谁并没有兴趣 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 重庆军工厂的爆炸转据 你是给了他 还是他 长官 你想想 照片是你交给我让我去冲洗的 我如果要偷的话多洗一张蝴王 我干嘛还要去垃圾厂去偷呢 小莲 她是不是把照片给你了 什么照片 恐怕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兽刑吧 来 给她演示一下 走 好 好 小莲 黄银鱼 黄银鱼 是不是把照片给了你 然后你又把照片给了顾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是照片 找过来我真的不知道 汪组长 我想听你说说 小莲 现在这里嫌疑最大的就是王文 那天 我去焚烧厂去找照片 她也在找 而且恰恰最应该在的焚烧员 她不在 这有个事不客气 说什么拉肚子去厕所 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 偏偏那个时候去 所以说 那个垃圾焚烧员她也是有嫌疑的 长官 赶快下令把她抓起来吧 不然就爬了 你快上病了 别生了 小莲哥 我冤枉无处的你为什么 别生了 别生了 小莲你们 别说话 他们无缘无仇的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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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天下一号图纸在哪儿 这这这我哪知道啊 说不说 我说我说我说 不是黄玲宁干的 就是汪蓝干的 肯定是他们其中一个 我就上厕所了 只有汪蓝自己在县城 我回来之后 还是汪蓝自己在那儿烧 对了就在自己那儿 肯定是汪蓝干的 肯定是他干的 别吵我 走 黄金云 你 你出啥人 就要把我拉下去 我知道 自大我进了行动小组之后 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绕绕子 不过是个电报组长 我让给你 行了吧 汪组长不用动怒吗 我只是想知道 像处理垃圾这样的事情 还要劳烦汪大组长亲自吗 你们两个人来看什么 还不给汪大组长招呼上 汪组长 准备 汪组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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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